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汪海林作为一位知名编剧 曾创作了《一起来看流星雨》 《楚汉传奇》等多部经典作品 她的言论究竟是对现状的真实反应还是另有隐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汪海林这位备受瞩目的编剧 近期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这次并不是因为她的新作 而是因为她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年轻女演员的批评 7月10日 汪海林在个人微博上发文对20到30岁之间的女演员演技表示不满 她直言道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0至30岁的女演员没有一个会演戏 偌大一国家 这番话一出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讨论 汪海林的名字在中国影视圈里可谓无人不知 她是国内知名编剧 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 她曾担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中国影协电影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 代表作包括《一起来看流星雨》 《楚汉传奇》 《铁齿铜牙记小兰》等 这些作品在观众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汪海林的评论并非无端指责 而是有感而发 她在评论区进一步解释道 也许有 但屏幕上荧幕上没有 这一补充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 《贝果财经》对此进行了一番深入报道 一些业内人士也发表了看法 她们大多认为汪海林的言论虽然激烈 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实际上 当今中国影视圈确实存在演技不足的问题 尤其是一些年轻女演员 她们更多依赖于颜值和人气 而非演技 这使得观众对她们的表演产生怀疑和不满 从汪海林的职业生涯来看 她对年轻演员的评判是有一定道理的 她一直以来都在追求高质量的剧本和优秀的表演 毫不掩饰自己对演技的高要求 实际上 她对年轻演员的苛刻并非始于今日 早在多年前 她就曾在多个场合 表达过对当前演艺圈风气的不满 尤其是对那些流量明星们的批评 然而 这次她将矛头直指20至30岁的女演员 无疑是对当前影视行业的一次猛烈抨击 有意思的是 汪海林的这番言论 不仅引起了业内人士的热议 也激起了观众们的强烈反响 一位网友评论道 汪老师说的没错 现在的女演员们大多数都是靠颜值吃饭 演技基本上没什么进步 还有网友表示 虽然汪老师话说的太绝对 但确实有不少年轻女演员演技很差 希望她们能多下些功夫 提高自己 当然 也有部分网友认为 汪海林的言论过于偏激 认为年轻演员们也有不少努力和优秀的存在 《贝果财经》的报道中 也引用了一些业内资深人士的观点 一位资深制片人表示 汪海林的话虽然有些偏激 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前影视圈的确存在演技浮躁的问题 很多年轻演员忙于接戏 走红毯 参加综艺 真正投入到角色中的时间少之又少 另一位导演则指出 我们需要更多像汪海林这样的声音 来提醒年轻演员们演技的重要性 只有演技过关 才能在长久的演艺生涯中 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言论激烈 但从汪海林的角度来看 她所表达的无非是一种 对行业现状的不满和忧虑 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引起更多人对演技的重视 而非一味地追求流量和人气 在她看来 演技才是演员立身之本 而非颜值和人气 在汪海林看来 过去的演员们 无论是表演技巧还是敬业精神 都远胜于现在的年轻演员 她曾提到一些老一辈演员 如李雪剑 陈道明 赵雅之等 他们不仅在角色塑造上有着深厚的功底 更是把演戏当作一种使命 相比之下 现在的年轻演员们 往往更注重商业活动和个人宣传 而对表演本身的投入却显得不足 实际上 汪海林的言论也反映了当前影视圈的一些共性问题 随着娱乐产业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个行业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迅速走红 成为所谓的流量明星 然而 快速成名的背后 往往是表演功底的薄弱和对角色的浅尝者指 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影视作品的质量 也使得观众对演员的期待和要求逐渐降低 然而 汪海林的批评并非毫无建设性 她在强调演技的重要性的同时 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她呼吁年轻演员们多花时间和精力 在表演上多向前辈学习提升自己的演技 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商业利益和个人曝光度 她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影视作品的整体质量 为观众带来更好的观影体验 尽管受到了一些质疑和反对 但汪海林的言论确实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不少业内人士也纷纷发表看法 认为需要更多像汪海林这样敢于直言的人 来推动行业的良性发展 一位知名演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汪老师的话虽然听起来刺耳 但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年轻演员确实需要在演技上下更多功夫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认可 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业内人士的赞同 他们认为演艺圈需要更多的反思和改进 才能真正实现质的飞跃 贝果财经在报道中也指出 汪海林的言论虽然引发了争议 但从长远来看 对于提升影视行业的整体水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毕竟只有当更多的人意识到演技的重要性 并为之努力 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影视作品脉向新的高度 通过这次事件 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更多年轻演员 在未来的作品中展现出更高水平的演技 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不仅如此 汪海林的这番言论也给影视行业的从业者们敲响了警钟 无论是演员 导演 编剧 还是制片人 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态度 只有在各个环节都下足功夫 才能共同打造出高质量的影视作品 汪海林的批评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希望在她的激励下 能有更多人加入到提升演技 提升影视作品质量的行列中来 总结来看 汪海林的言论虽然激烈 但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演技的讨论 更是一场关于影视行业未来发展的深刻反思 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 能促使更多的从业者重视表演 提升自我 最终推动中国影视作品迈向新的高度 汪海林的声音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优秀的演员和作品 为观众带来更多美好的观影体验 汪海林影视编剧界的炮王又来了 这次她可不是在搞什么艺术创作 而是直接开炮扫射 把枪口对准了当今中国的年轻女演员 7月11日 她在社交媒体上火力全开 愤怒地表示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0至30岁的女演员 没有一个会演戏 偌大一个国家 就这么一句话 简直像扔了一颗炸弹在娱乐圈 引发了铺天盖地的热议 也许有 但荧幕上没有 她紧接着补充道 生怕自己刚才的话说得不够狠 这话可不单单是在批评几位女演员 简直像是在怒吼整个娱乐圈 汪海林这是乐女无数 才有底气如此笃定地评判整个行业吧 毕竟自1997年踏入影视圈以来 这位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的毕业生 凭借铁齿铜牙纪小兰 神医喜来乐 楚汉传奇等经典作品 早已在业界树立起一座作风碑 可即便如此 她对当下年轻女演员的演技 简直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汪编剧的批判 听起来有些大爷是叨叨 但也确实反映了一些行业现状 她认为年轻女演员演技不过关 不仅拖累了影视作品的质量 更是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威胁 这倒不是空穴来风 汪大爷的这番话 似乎说出了许多观众的心声 毕竟 她的代表作可都是口碑与收视率兼备的经典之作 作为老江湖的她 对年轻演员的现状提出质疑 也算是有一定的权威性 不过 汪海玲这番言论一出 可是炸开了锅 支持者和反对者 简直是水火不容 有人觉得汪老爷子说的对 现如今的年轻女演员演技确实有待提高 也有人觉得她太偏激 忽略了年轻演员的成长和努力 说到底 年轻女演员的演技问题 确实需要整个行业来共同反思和解决 这下子 汪海玲的社交媒体简直成了战场 一片刀光剑影 网友们有的拍手叫好 有的怒骂声讨 汪老爷子可是个炮王 他怎么会轻易退缩 在评论区 他继续补刀 表示也许有 但荧幕上没有 这意思显然是说 虽然有些年轻女演员演技不错 但奈何在现有的影视作品中 根本看不到 话说回来 汪海玲这番炮轰 其实也不是无地放始 今年上半年 优艾腾等大平台的重磅剧陆续上线 从《列宾》到《永安梦》 从《别对我动心》到《谢谢你温暖我》 再到《烈焰》和《欢乐送舞》 汪海玲的射程内至少有27位 20至30岁的女演员唐强 姚安娜 欧阳那辣 周也 李兰迪 邢飞 祝旭丹 张惠文 李浩飞 居静一 张静怡 卢玉小 杨子 周宇彤 周依然 张亦凡 胡连心 陈瑶 陈瑶 陈都陵 刘歇宁 杨超越 孟子义 包尚恩 黄毅 陈瑶 赵金麦 戴露娃 黄灿灿 这些名字 一个个被网友们翻出来 仿佛都在汪海玲的黑名单上 有趣的是 网友们也像打了鸡血似的 留言区简直成了大型吐槽现场 有人说 太同意了 而且都是整容脸 表情都是僵的 还有人感叹 二十至三十岁女演员有巨大性别红利 基本没经历过社会独打 哪来的演技 艺术源于生活 甚至有人一语重地 都是明星 没有演员 更有网友调侃 细利不知道 反正有一部分戏外挺会演 这些细利的评论 让演技不过关的流量小花们简直是无地自容 不过 也要承认 汪海玲这番言论虽然尖锐 但也不无道理 目前的娱乐圈流量明星横行 真正有实力的演员 反而没有太多机会展现 作为一个老编剧 汪海玲见证了中国影视业的风风雨雨 她的焦虑 也许正是整个行业需要正视的问题 汪编剧的言论虽然引发了争议 但也提醒了 我们要关注影视行业的健康发展 只有通过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 才能推动中国影视事业的繁荣和进步 或许 年轻女演员们需要更多的培训和实战经验 而制片方也需要在选角和培养上投入更多心力 希望未来 我们能看到更多真正有演技 有实力的年轻演员登上荧幕 让中国的影视作品更加精彩 综上所述 汪海玲的炮轰 尽管犀利 却也不是无稽之谈 她的批评或许会成为行业的警钟 提醒大家要更加注重对年轻演员的培养和选拔 毕竟 影视作品的质量不仅仅取决于编剧和导演 更需要有实力的演员来共同完成 希望在未来 我们能看到更多年轻演员 在荧幕上绽放光芒 用实力证明自己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汪海玲老师的话可真是一针见血呀 她所说的20至30岁的女演员 没有一个会演戏 简直就是对中国娱乐圈的现状的精准刻画 这些女演员们全靠颜值和流量在称场面 演技呢 呵呵 基本就是演个啥都一个表情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是在搞笑吧 年轻女演员的演技问题确实存在 但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也太夸张了吧 你这是在给所有努力的年轻女演员判死刑呢 说到演技差 那是不是该先查查剧本和导演 想想看 莎士比亚给了你个烂剧本 你能演出哈姆雷特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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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